今年最让人操心的直播间非活力28莫属了 9月13号晚上各大国货商战打得沸沸扬扬之时 活力28也默默的加入了 就是画风不太一样 主播没有帅哥美女 只有董事长大叔一脸茫然的对着镜头嘟囔的 我从来没有播过呀 没有明亮整洁的直播间 只有陈旧的仓库和手脚麻利的工人 更没有专业的团队 大叔们连违规词都不知道 一晚上被封了四次 吓得不敢说话 只敢拿着纸举着还举反了 但是就这样不到十块钱能够买好几斤的洗衣液 背后的流水线急得冒烟来打包12万的订单 大叔们在镜头前急得挠头不知道怎么播 网友们是在镜头外急着跳脚 告诉大叔应该怎么播 有的提醒大叔 你赶紧关掉运费险啊 你以免被恶意退单啊 有的弱弱提出了疑问 9块94斤真的不会亏本吗 总之整个直播间热闹非凡 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 狐狸28这个品牌 它不仅有70年的历史 还是第一家把广告打入香港的内地日化企业 最重要的是活力28不含荧光剂 不含零 主要成分是椰子油 衍生物 温和不伤人 不知道现在他们直播情况如何 你看着我都很操心 你喊我去播呀 底下了 下期视频 再多